大家好 歡迎來到聲言聲言 我是阿笨 今集的聲言聲言就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讓十二星座更加喜歡你 快點請注意 以下我們所分享的星座個性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太陽星座和金星星座 如果你還未知道太陽星座或金星星座是什麼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去查詢一下自己的星盤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對於法讓座來說四大重點 獨立 不要猜疑 專一和九千就他 在獨立方面 百人座最怕婆婆媽媽 又或者太過於癡身 所以你一定要夠獨立 不要經常煩到他 甚至有時候會冷漠他一點 他就會反過來關心你 第二點 不要猜疑 因為他們不喜歡自己的伴侶 不相信自己 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們很需要另一半對自己的肯定 第三點就是專一 白蔭座都不喜歡花心的人 所以你要讓他知道他是Lady Only One 也就是說不要主動向他告知你過去的情史 也不要主動追問他過去的情史 而第四點就是遷就 因為白蔭座是直衝直去的星座 即是說他們的脾氣來得很快 但去得亦很快 所以在他們發脾氣的時候 就稍微遷就一下他 日一日很快就過了 對於金牛座來說 四大重點就是 坦白、浪漫、穩定、不要強迫 坦白對於金牛座來說 一定要夠坦白 因為他們的猜疑心是很重的 一旦他發現你騙著他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都會打擊到他們的安全感 第二點 其實金牛座也是一個很注重浪漫的星座 如果你發現你所愛的金牛座不浪漫 一來就是他不愛你 再不是就是因為沒有錢 所以你也可以發掘一下 一些不需要用到很多錢的浪漫的事情 他們就會很開心 第三點所謂的穩定 就是因為金牛座是一個很固定很沉實的星座 如果你沒有經濟條件 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餐的錢是從哪裡來的話 那就真的很難會令金牛座喜歡你的 第四點 不要強迫我們的金牛座 因為金牛座是瘦軟不瘦硬的星座 如果你不斷逼他做一些事 其實會嚇走他 適當的時候 放手讓他做自己的事 甚至少冷漠一下他 才會令他緊張你 而對於雙子座來說 如何令他更加喜歡你 兩大重點就夠了 一例就是你要夠醒目 二例就是你要夠青春 第一點醒目 因為雙子座是很不喜歡的人很蠢 很煩的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學習 去upgrade一下你自己 學一下新鮮的東西 令他覺得 你也挺多便 你也挺多便的 這樣才可以吸引到他的眼球 而第二點的青春 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會漏去的 所以對於雙子座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心態要夠年輕 因為雙子座的戀愛 是要談得像小朋友的一種戀愛形式 所以跟雙子座談戀愛的時候 你的外表和心態 都要給自己年輕一點 這樣就沒有夠吸引力了 對於巨蟹座如何讓他更加喜歡你呢 就是有四大重點 照顧、浪漫、安撫和愛屋求婦 對於巨蟹座來說 通常都是他去照顧其他人 但是如果你懂得去照顧巨蟹座的話 那就真的能夠溫暖他們的心 因為他們經常照顧關人 所以他們的內心是很需要被人看護的 如果你懂得去看護巨蟹座的話 就真的可以令他更加喜歡你的必殺技 浪漫 但生活中的浪漫對他們來說是可以很感動的一刻 所以時不時都製造一些浪漫的行為 還有生日、紀念日、情人節等 一定不可以忘記 第三點 安撫 其實巨蟹座的朋友 他們的情緒是忽然之間來的 即是忽然之間不開心 這個時候就要給多些空間和時間 讓他們獨處一下 因為當他們心煩的時候 或者傷心的時候 你預提在他們身邊 在那裡的安慰他們 反而會令他們更加煩惱 所以等他們稍微平復心情之後 再去安慰他們 這種效果會時半功佩 而第四點 愛屋及窟 你要知道 當你和巨蟹座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包括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人際人物圈這些 都要愛上 更加如這個巨蟹 點對他們 你就要點對他的朋友圈 尤其是對他的父母親 今集 如何讓十二星座更加喜歡你 就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對於星座或塔羅牌 很感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頭像 進行Youtube頻道的Subscribe 如果你想找阿奔算下塔羅牌 或者是升款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 又或者是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那我們下一集 聖遇聲願見 多謝大家